最近在江苏南通的一个小区里面发生了一件怪事 有一位业主家门口本来有七双鞋 可结果被人拿走了七只 而且挑的都是每双鞋里面的左脚的那一只 那么这件事到底是谁干的呢 王女士住在21层 平日里为了方便 她丈夫的鞋子就放在家门口的鞋架上 熟了一天早晨 王女士打开家门后吃了一惊 鞋架上的鞋子少了七只 而且齐刷刷的是左脚的一只不见了 这样一来剩下的七只鞋完全没有用了 经合计损失将近七千多元 王女士说 他们一家住在这里两年多 和左右邻居相处的挺好的 那么到底是谁会做这种事情 王女士想起来 前天早晨六点左右 一名自称外卖小哥的人 敲了他家的门 我不确定这个人到底是什么身份 所以我没有开门 他就说你这家人没有素质 欠钱不还 是一个奇葩 经警方初步调查 发现是小区另外一位业主订了餐 报错门牌号 又没给快递小哥费用 可能是这个点餐的人 用了我们家的地址 留了自己的电话 当外卖小哥联系到他的时候 他特地到楼下去取了这个餐 然后外卖 他没有给外卖的钱当场 他回去之后 据说是要加微信 然后把这个钱转账 但是他也没有做 外卖小哥左等右等 没有收到订餐费 后来就发生了 当天早晨敲门的一幕 王女士认为 应该是外卖小哥拿走了鞋 但警方表示 这只是猜测 鞋子到底是谁拿的 还需要调查 目前警方也在介入调查 但是我就觉得 无论是谁 无论存在怎么样的误会 都不能做这样 不道德的事情